巨大的鲸鱼在进食的时候 不小心将整船的渔民吞了进去 这个行为引起了当时国王的震怒 为了处罚鲸鱼 国王下令用铁链将它束缚在海面上 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坤年 巨大的鲸鱼已经长成了一座小岛 而这个无尽折磨令它每日都泪如雨下 然而 在这个命运多船的世界里 一个名叫麦克的男人路过这片海域 决定伸出援手 解救这只巨大的鲸鱼 然而 这一行为却触犯了国王的禁令 麦克将要代替巨大的鲸鱼受到严厉的惩罚 麦克本是一名农场主的儿子 几天前 他在湖中救出了一匹白马 然而第二天 这匹白马却变成了一只会说话的小毛驴 为了表示感谢 小毛驴还带来了两匹汉蟹宝马 并且愿意追随麦克 然而 麦克并没有因此而高兴 因为前一晚的混乱 把他的卖地搞得一片狼藉 农场主也因此损失惨重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麦克骑上小毛驴 决定用那两匹宝马去换点银两 麦克带着宝马刚进城门 就遭到了人群的围观 他们一眼看中了那两匹马 是稀释珍宝 当即就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 而这一幕恰好被不远处的国王看在眼里 国王是个心胸狭窄的人 眼红这两匹漂亮的宝马 自然想要将它们收归己有 麦克无奈 知道自己必须乖乖顺从 小毛驴看出了麦克此举是被逼无奈 于是他一声嘶吼 那两匹宝马竟直接跑了回来 国王内心充满了不甘 他驾车追赶 结果却不慎冲进了一个面粉堆 搞得浑身都是粉 国王见局面如此尴尬 便故意刁难麦克 下令让他去围剿那只霍国霍民的火凤凰 沙漠中的绿洲内 栖息着一只火凤凰 此时的他将地上的坚果抛向天空 随后张开布满火焰的双翅轻轻一跃 便将坚果吞了进去 而奉命前来消灭火凤凰的麦克 刚好目睹了火凤凰干饭的一幕 这让火凤凰暴怒 毕竟自诩为神兽的他认为 世人只能看到自己威猛的一面 当即便怒气冲冲地朝着麦克追来 煽动的双翅带动着无尽的高温 麦克感受到身后越来越近的热浪 撒鸭子狂奔 危在旦夕的时候 一匹小毛驴冲了出来 一个头锤将火凤凰撞到在地 然而 这个举动激怒了火凤凰 他挥动翅膀 烈焰冲天而起 点燃了整个绿洲 麦克陷入了生死关头 情急之下 他将手中的下了药的果子扔向了火凤凰 火凤凰下意识张开嘴将其吞了下去 随后药效开始发作 火凤凰迷迷糊糊地掉进了湖中 就这样 麦克成功地捕获了火凤凰 然而他看着火凤凰可怜的模样 心生怜悯 决定松开锁链 让火凤凰再次获得自由 火凤凰飞上了天空 留下了一根羽毛 作为与麦克的告别礼物 然而 当麦克回到王城时 手中空空如也 国王当即下令将他押送上断头台 麦克大声辩解 说自己已经成功驯服了火凤凰 并带来了火凤凰的羽毛作为证明 然而 羽毛失去了光彩 看起来就像普通哥哥的毛 国王觉得他这是欺骗自己 下令将麦克处决 就在危机时刻 地板上的羽毛散发出一阵红光 火光从天空中涌现 火凤凰感应到了麦克的召唤 在王城上空盘旋 人群见到这一幕 都感到十分震惊 以为麦克真的降服了火凤凰 纷纷称颂他为英雄 国王意识到情况不妙 赶紧跑上台 假惺惺的给麦克升职加薪 这头鲸鱼因为误食了当地渔民 被铁链锁在这里已经一百坤年了 而现任国王因为跟麦克有过节 便决定派他过来消灭这头巨鲸 然而 当麦克看到巨鲸痛苦的神情 以及那悔恨的泪水时 他内心充满了怜悯之情 决定解救巨鲸 麦克骑上小毛驴 顺着鲸鱼的鼻孔飞了进去 他们进入鲸鱼的体内 发现里面流光溢彩 犹如夜空中的闪烁的银河 小毛驴将翅膀划过鲸鱼的鼻孔 顿时让鲸鱼有了打喷嚏的欲望 鲸鱼缓缓缓抬起头 身上捆绑的铁链竟被挣脱开来 随后仰头一个喷嚏 他准备教训一下他们 但没想到因此被当时的国王下令锁在了这里 为了报答麦克解救了他 金鱼委托谢老板戴上一枚戒指 送给麦克作为答谢 麦克的英雄之名更加牢固了 但国王还是不愿意承认 刚好得知麦克因为偷跑去见公主被捕 因此国王安排了三口铁锅 国王表示 只要麦克能够一次进入这三口锅 那么他不仅承认麦克的英雄身份 还愿意将公主许佩计他 麦克明白这是一次生死考验 好在前两口锅依靠金鱼给的戒指 以及火凤凰成功活了下 最后一口锅 也成功依靠小毛里找来的神草活了下来 麦克缓缓生气 宛如天神下凡 都准备一打四了 好在人群的欢呼让他控制住了自己 随后麦克在众人的欢呼下 直接来了个黄袍加身成为了新国王 就这样跟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